在地铁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穿着性感的萌妹子 尤其到了夏天,妹子们穿着都很漏,为了凉快,一般都是一身清凉装上阵 但是由于地铁上太过于拥挤,时不时会发生一些让人想不到的意外 这不,这位美女在地铁上不知因何故突然晕倒在地 地铁上这名美丽的女子,穿着时尚的衣服,依靠在门边听歌,女孩看上去20出头,像 各大学生,女孩对车上的人看都没看一眼,有点高冷,眼睛一直盯着车厢外面 不料,女孩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地铁上,整个人直接躺在了地铁上 大伙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有人试着叫了女孩几声 女孩刚开始没有一点反应,正当有人准备帮助时,女孩又突然站了起来 也刚好地铁到站,女孩迅速下车离开 令人称奇的是,美女走后,地上的东西让人尴尬,在地 铁车厢内有不明液体流出,引来乘客围观,很是尴尬 大家觉得这轨是什么呢?全世界绝大多数地铁均为电气化地铁 一般而言,为减低隧道建造成本,地铁隧道必须尽可能小 对于明挖法时代修建的地铁,由于隧道断面多成方形 因此为了减少开挖面积,此时期地下铁会选择使用第三轨供电方式以缩小隧道断面 对于现代常用的顿购法建造而言,则多用刚性接触网系统 因为隧道呈现圆形段 面,使用刚性接触网并不增加隧道直径,反而是使用三轨系统可能增加隧道直径 此外,刚性电缆一颗与柔性电缆直接连结 当今世界地铁系统总的来说,接触网系统属于后发制剩,逐渐成为主流系统 有些城市的土质不稳,或者为了战略需要,隧道要挖得特别深 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有很多车站埋身超过50米,包揽全额最深的1 零个地铁站里面的9个,只有第二深的站点是莫斯科的圣利公园站 而在港铁系统当中,最深的车站是港岛县的香港大学站,深度为70米 然而,世界最深的地铁车站并没有定论 根据公开的数据,14乌克兰基辅地铁一号线冰工厂站 因为设在山体当中,距离地表足足105.5米,是全球最深的地铁站 然而,有传朝鲜平壤地铁最深处达地下200公尺,平均深度亦达100公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